教育公司转型 原福岛卖羽绒服 新东方会要开发软件了 在教育部发布双减政策之后 各大教育培训公司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日前有报道称 原福岛投资成立了一家服饰公司北京冰原服饰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销售服装 鞋帽 真纺织品 日用品 工艺品 服装设计等 该公司由新东方潜资控股 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 副总裁王专 此后新东方也开始全面停止 中小学生学科业无限下招生 各个城市逐步关闭教学点 不仅如此 新东方还计划于今年年底裁员超4万名员工